有些朋友讀过前面的章节后就会说 是的,确实也很正确,为了承认那些结论 如果我们拥有必备的思想素质和品质 我就可以收获这样的结果? 似乎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半脚石 他们只知道成功必备的品质 但因为他们不具备他们认为的成功人士的品质 他们就不能获得成功 这种错误的思想其实并没有很大的错误 这种畏惧的思想只是没有意识到自我的强大力量 毫无疑问,人可以通过意志力将自己塑造成理想的样子 可以塑造自己 每个人都是自己思想的产物 这是大胆的说法,但绝对是真的 随时随地都有很多实例可以证明 很多人都可以验证他是不是正确 而很多人都只是验证 重塑你自己不是百日梦,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一切事物都是有因有果的话 你就会意识到这句说话的正确性 商业上的成功取决于思想的品质、性格或性情 这三种品质之中,只有第一种是唯一真正的源头 而第二、第三种就是第一种的结果 拥有某一种既定品质的人就可以达到成功 相反就是失败了 当你一旦意识到这些品质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你能够学得到的话,你就会看到 其实你是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学习这些品质就是关键 你应该知道这些品质是指哪些 它们是活力、红心、决心、勇气、信心、恒心、耐心和谨慎等等 每个人都具备这些品质中的某一些,而缺乏某一些 某些人在某些品质上很强,而另一方面就很弱 每个人都本能地知道自己缺乏的是哪些品质 他可能不会在朋友、甚至伴侣前承认 但是在他的内心里,他无意识的行为却暴露了真相 如果他可以只是通过意志力学习到缺乏的品质 毫无疑问,他肯定知道自己要学到的是哪些品质 但是他缺乏学到的那些需要的品质 必备的信心和恒心 他不愿意承受学到的这些品质的代价 如果某位科学家向世人宣称 他已经发现某种神奇的化学合成物 或者是某种可以使大脑缩小萎缩的新血清 能够增强一些人薄弱的品质 那些人应该会是疯狂购买这种重数物 成千上万的人都会想得到他 每个人都可以和其他人说他需要的是哪种血清 他可能需要先进行诊治或者开处方 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开处方,对症下药 有人可能需要活力的三种提炼物 有人可能需要恒心 也有人是要细细贴着我可以的标签的信心良药 他们都可以获得需要的品质获得成功 但是现在没有产生这种效果的良药 而且永远也不会有 不过,应用精神控制法則 就可以获得理想的结果了 我只可以和你初步地讲述这条法则是如何应用 但是如果你认真要听我说 你就可以捉住原理给自己应用 首先要记住的一点是 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我们都是习惯的产物 我们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思想习惯的结果 可能有遗传的动力 令到我们更容易形成某些习惯 而难以形成某些习惯 经常我们都会照习惯行事 毕竟性格是某些寄成习惯的结果 在心理上,我们遵从一早已成型的老模式 而不愿意开辟新路 虽然我们都知道新路或者会更好 但是至少旧路比新路更容易 毕竟它一早已形成 这些我们都一早已知道 那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开辟新道路呢? 只是因为开辟新路太麻烦了 我们缺乏这样做的意志力、决心和恒心 我承认这样做并不容易 不过,想想回报吧 当然,对你来说,这些都是老土的话 但是我还是要说些并不是那么古董的东西 我建议你充当开路的实践者 在最短的时间,同花最小精力,清除路障 这个新试验很简单,不过就很有效了 可以令到你重塑自己 而不用放弃借助其他方法 我会尽量用最小的言词将我要讲的讲得长进 我已经说过了,你的大脑有两个脑力平面 积极和消极两种功能 积极功能进行医治性的、原创的思考 而消极功能只会做积极功能要他做的 他是坚定思想的冷散伙伴 上一节,我们已经说过坚定思想 催眠师就是在将积极功能催眠 亦就是他的敬敌之后 再对这部分进行催眠 消极功能在某种意义上 虽然不如积极功能 但是可以真正统治我们 除非我们知道如何控制它 这是习惯功能、惯例功能 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 它很容易受影响 不过它却由独有的方式形成 如果你希望它相信某件事 就要不断地向它重述 慢慢它就会将它当成新的事物接受 而且将它陷入到已经有的思维模式中 以取代旧的思维模式 这个就是打破旧的思维、行动、性情 和性格习惯的秘诀 比消极功能的暗示 可能来自你自己的积极功能 或者是人家的思想 这个就是一个新习惯的形成 无论它是好是坏 要打破旧思想习惯 取而代之而新的思想习惯 可以用一个或几个试验 只是靠意志力人就可以达到这样 或者是通过有经验的催眠师 对你的消极思想进行假想任事 另外还可以通过我所说的吸收思想 只是靠意志力打破旧思想习惯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 因为我们都尝试过 这是强者得胜弱者被打败 另外还要经历沮丧和绝望的过程 我们只有增强意志力 或者更准确来说 是通过意志力增强大脑的积极功能 令到它可以干涉 直接控制消极功能 脱掉旧思想习惯 用新的思想习惯代替它 才可以达到这个结果 它是一场重大而难以实现的革命 同样的结果 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的试验实现 应用这一节我要讲的更简单的试验 你就可以令消极的思想习惯行程 更有修正性 听从积极功能的命令 第二个试验 就是通过假想暗示改变思想习惯 已经有很多优秀的例子 只要是合适的催眠师 对自己事业也非常了解 也对跟随不理想的思想习惯的最新方法 療如指掌的话 就可以产生良好的效果 但我要讲的是 选择合适的催眠师是非常重要的 应该忍慎小心 人不可以因为某个催眠师 有很多成功催眠的案例 能够进行假想暗示而选择它 就像人不会因为某个人很懂得计数 而请它做出纳一样 第三个试验 就是去通过自动暗示 产生理想结果 是很好的 尤其是负质以吸收思想的方法的时候 在自动暗示的时候 你只要不断地对消极的大脑 不断地重复着新的习惯已经存在 虽然消极的大脑起初可能会有反抗 但最终会接受你所说的作为新的思想 就像很多人在同样的情况下的做法一样 那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催眠师的例子 第四个试验 吸收思想 在于间隙性地将自己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 将大脑集中在新的思想存在的这个念头和精神陈述上 发挥你的想象力 想象自己已经拥有你想要的品质 你应该时刻拥有这种思想 想象自己一直拥有理想的习惯 它是一个纯粹的被动式思维方式 它是得益于想象力 它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它产生的结果簡直就是一个奇迹 它是至今对改造你性格方面最容易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梦想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里就可以变成现实 同时行动也应该紧随于思想后面 在我看来 吸收思想和自动音试的结合 是治疗性格缺陷的理想办法 如果我们坚持的话 它将会在一个相当短的间隙时间里 达到我们最想要的结果 这个影响在一开始就可以感觉到 不要轻易地忽略了这些东西 虽然它确实看起来很简单 那对你来说是一个价值千万的机密 一旦感觉到它所带来的利益 就算无论你多多少钱 你都不会放弃它 我现在和你做一些 关于上面提到的这几种方法的简单解释 我们以畏惧的思考习惯为例 进行说明 它给了我们一个 关于其他坏思想习惯很好的说明 因为它被其他所有的坏思想加起来 都更令人无法完成人生的职责 同时它可以衍生出一系列 令人变弱的思想习惯 将邪恶的恐惧思想连根拔起 人就在意志的道路上走了一大截 恐惧思想从来不会帮助人 之后也不会 相反它摧毁了很多人的事业 麻痹了他们的活力 阻止他们进步 令到他的大脑衰弱身体病脑 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它 摆脱了它的人 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受它的束缚 对那些摆脱恐惧思想的人来说 生活完全不一样 自己也完全变了 令我们恐惧的事情也不会再发生了 而就算真的发生了 我们都可以借助令恐惧和 担忧思想文风丧胆的勇敢精神 和力量去击溃它 化在担忧上的精力和重大力量 令到我们战胜现实中的麻烦的时候 绝绝有余 你应该还记得 一个即将死去的老人 给儿子临终建议的故事 他说 约翰 我活了八十多年 经历了很多人生只此一次的大难 但幸好是只有一次 老人一语道破了人生的经历 当中的寓意也显而易见 我想你就是恐惧的受害者了 而且你正试图用这四个试验摆脱恐惧 我想你会一个一个地尝试这些试验 你首先会尝试医智力 和自己说 我不害怕 我将推走恐惧 这个是勇敢的疗法 但是在这里不用详细说了 你已经都知道了 你都试过了 接着下来 你会尝试假想任势的方法 拼请一个很好的催眠师 他将让你全身放松 每一块肌肉都放松 静止默搏 进入精神灵症状态 已经将你的精力集中起来之后 他会被你强烈而不断重复地 向你灌入无谓 勇敢 充满希望和信心等等的思想 一个有能耐的催眠师 会仔细研究每一个案例 将精心挑选的任势 好好地组织起来 让你植入新思想习惯的种子 以代替和取代旧的思想习惯 通过这种方法 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而我本人也用这种方法 治好了很多拥有不良思想习惯的人 当他们觉得他们需要外界帮助的时候 为了令到这些病人 在一条正确的思想道路上前进 令到他对自己 对这个办法充满信心的时候 也会用这个办法 我在理论上和自动暗示 和吸收思想的实践上 对他进行引导 让他自己战胜自己 接着你会尝试自动暗示的方法 通过不断向自己重述 我无畏 我很有信心 我已经摆脱了恐惧 我什么都不怕等等 这些自动暗示必须是真实的 就好像是你在向他人暗示 而且你必须努力地证实你做到了 让你被动的大脑看到 你相信你说的 他就会对你的说话有信心 将他接受为正确的思想 照此行事 如果你对他充满信心又很虔诚 一开始你就可以感觉到进步 但是你必须记住 如果被动的大脑 已经将恐惧插入你的无意识中 你就要加倍努力 直到恐惧消失 这样刚刚开始可能会比较困难 因为担忧的思想对他攻击 恐惧很有信心 但是就好像任何其他污狗一样 他将会知道你压有棍棒 一见到棍棒 就会匆忙地离开 在大脑里面 压有这种思想的棍棒 遇到生畜 你就不会有什么麻烦 你会轻视恐惧思想 就好像对着刨敲的恶狗一样 如果他还是不走 你会毫不犹豫地用你精神的棍棒 给他一棒 他就会很快夹着尾巴后退 之后对你的棍棒布尔尊敬 不要等到他真的襲击你你才动手 要养成一见到他的终跡 就马上抢起棍棒的习惯 接着你应该尝试吸收思想的效果 将自己置于被动 以受暗示的影响状态 就好像当催眠师准备给你有益暗示的时候 邀请他开始一样 你越处于被动状态 效果就越好 换句话说 你放松再放松 让生理上和精神上都处于十分被动状态 让消极的大脑替换积极的大脑 把握所有的控制权 然后冷静坚定地吸收我无谓 和其他之前提到的思想 同样在你的想象里 想象自己是无所畏惧 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很勇敢 就好像你用精神的棍棒 赶走恐惧的恶狗的时候一样 让你的想象看到了理想思想的全景 你会发现集中注意力的练习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 同样你应该时刻抱着无谓的思想 努力自然地表现出来 我说的是根据你个人情况应用我之前所说的 就好像演完演戏的时候 又根据情况挑选合适的台词一样 这样才可以令他演的角色更生动迫真 似乎就是真的一样 几个练习之后 无谓的思想就成为了你的第二性 最终会成为你真的本性 之前我已经说过了 将吸收思想和自动音词结合应用 在治疗性格缺陷的良方 在这一节结束的时候 我将会介绍几个帮助你吸收思想的练习 不要忘记练习集中注意力 但是不要等到你完全掌握好了 才再开始和恐惧思想的恶狗作战 现在就开始战斗了 削好你的棍棒 等待恐惧思想的恶狗出现 一旦你将它驱走 你就可以继续学习接下来的内容 而没有它的干扰在你身边咆哮大叫 治疗缺乏经历、信心、恒心等等的方法 和治疗恐惧是一样的 不过自动音试和自我肯定的词 就要加以改变适应特定的情况 吸收思想的练习 一 找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 尽量远离圈闹的凡事 如果没有理想的环境 你必须满足于能够得到最好的环境 办法是不要分心 令到自己独处 二 躺下沙发、床或者躺椅上 让自己处于绝对放松舒适的状态 全身心放松 舒展紧张的神经 让自己从头到脚变得轻飘飘 慢慢地深呼吸 吸进一口气之后 平住呼吸 几秒之后再呼出 持续进行深呼吸 直到你平静下来 三 将大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体上 不去想外界事物 集中注意力练习可以帮助你做到这一点 四 当身心都处于放松状态之后 将精力冷静而坚定地集中到 无畏这个词上 让它从爱往内 慢慢地渗透到你的大脑当中 集中精力想着这个词 想它的意思 想可以做到这样的人的性格等等 五 在心里想象自己拥有的理想品质 在大脑中将它救出来 就好像发梦似 想象拥有理想思想习惯的自己 为了得到某些人而做某件事 仅然而言之 就是为了获得理想的思想习惯 将自己沉浸在白日梦当中 给你的想象全部自由 只要它坚持向你展示梦中的场景和情况 在这个梦结束的时候 要带着自我的强烈印象和思想 六 经常复杂这些练习 就好像往火炉里添柴一样 不断重复的思想扎根了 就会迅速发展 睡了一晚早上起床的时候 或者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你都可以练习的 这些练习会让你不再中眼睡 相反还会减少睡意 如果你感觉到自己要中眼睡 不要坚持 因为你带入睡梦中的思想 会在你睡着的时候仍然与你同在 而且处于活跃状态 在上面的练习当中 我用了无谓和其他同类的词 来展述有发思想吸收的过程 你要明白 你都将利用这些词 来形容你渴望学习得到的品质 如果你想抛弃不想要的品质 那就选择跟它相反的词 例如 如果你原本很懒散 那就用主动 活力等等的词会 你必须记住 当我想要照亮一间房间的时候 我们并不先驱出黑暗 而只需要打开盲闭的双眼 承认光明 接着你就会看到 黑暗离开了 不要为了不想要的思想烦恼 而是要将精力集中在他们的反面思想上 积极的思想会中和消极思想 如果结果并不是如你想象的 不用感到沮丧 记住 理想的结果肯定会在某时出现 你应该做的就是要不断地练习 大脑就像肌肉一样 也可以通过不断重复练习 而得到发展 我已经告诉你 战胜缺陷的办法 如果你都未受益 那只是因为你并不想这样做 如果你想改变的渴望够强烈 那样就做 如果你没有强烈的欲望 我就无能为力了 如果你宁愿放弃自己 与生俱来的高贵的精神控制 满足于现状 那就是你的事了 你的命运是由自己掌握 按照你自己的欲望 就做自己啦